熊熊大火不斷窜出 火光随处飘散 大楼多处被猛烈大火吞噬 杜拜时间21号凌晨2点左右 一栋336公尺高的豪华住宅大楼 突然起火燃烧 场面相当惊人 我们都走走走走走 当然它是惊喜 它是很惊喜 真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目击者指出起火点大约从51楼开始 火光如火球般不断坠落 在强风的柱掌下四处飘散 导致大楼多处起火燃烧 还有大块物件不断坠落 目击者表示火在现场看起来 就像铁达尼号沉下去一般 场面相当惊险 这栋名为火炬塔的高楼 在2011年落成 目前是世界第五高的住宅大楼 由于大楼有79层楼高 云梯车无法到达太高楼层 消防工作相当困难 大楼中的数千名居民 在大火中被紧急疏散相当惊慌 火市终于在一个半小时后被扑灭 幸好完全没人受伤 但数千名豪宅住户一夕之间 无家可归 只能流落街头 住户们显得相当无奈 至于摩天大楼为何突然暗夜起火 还有待当局进一步调查 记者许台湘报道